然后我们接下来我们开始来学习一个就是这些叫做归档管理 实际上就说吧一个东西就是 你发送东西的时候有没有发现有时候东西很多的时候你习惯干嘛 整个压缩包为什么整个压缩包 有一方面是压缩完就小一点 另外一方面呢 如果你一大堆是我拿的时候也不好管你啊 所以说你压缩完是只有一个文件了 所以说这一个我们现在在这里面我们也学一下这个压缩 怎么压缩怎么解压 好这边需要注意啊 你在网络上你下载了一些工具包 资本上都是压缩包来的 它资本上不可能说打开一个文件 文件里面又有一个文件加这种方法很少了 网络上的一些包主要是这两个 但也有一些别的压缩方式 我在这边只是列举一些我们用的多的一种 好接着我们看一下 首先一个关于一个叫做只是打包解包 但是不压缩的 这一个是我们在这里面有这一个贴啊 这一个啊 这是一个命令来的 它只是做一个就把 比如说把你这个我在这边假如说 啊这一个啊 现在我在这边有一个文件加 我觉得这么发过去很烦 又一个文件加 它就可以把这个打一个包 就把这一串文件加 生成只有一个文件 但是它没做压缩了 就相当于说把N多个文件是合并为一个 那后面你解 呃你这不是解呀 应该是解包 解包完之后就分开了 就方便管你的 而我们在这 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一个 它 如果光是这个命令呢 它只负责 就是一个打包解包 没有压缩的 原来有多大资本上都没变的 好 这个怎么来用呢 这个参数就 命令是这里面有个选项 然后后面写一个文件 你就你打包后的文件名 你叫什么名字 那就是原文件 好 这边这个命令比较特别 我们有几个命令比较特别的 包括后面 学了一个叫PS 它什么特别啊 有没有发现 以前我们写命令 后面都有一个杠啊 好 这一个贴呀 你发现你写不写这个杠 等下了 无所谓 但是我建议你写 那写完就统一了吗 所有都杠 你没所谓了 是不是 但它可以不写的 这个命令 好 接着这一个怎么来用的呢 然后我在这边 我先给它说一下 怎么来用啊 我看一下这边有没有 好 在这吧 好 我现在把这几个 这么零散的一个文件 我给它做成一个 把就做成一个 一个文件 但是不不做一个什么呢 我不做压缩了 我看一下它原来有多大 大概有20k那么点啊 20k就20k吧 好 里面是没这么什么东西都没有吗 好 就只有一个20k左右啊 好 紧接着呢 那我来弄的时候这个命令 好 你写个杠 好 接着我告诉你 有几个参数要用哪一个 首先一个 你要想创建压缩包了 单词就是creator 开头C 然后这一个C就代表要创建一个压缩包 然后紧接着V前面介绍过了是你需要有一个进度啊 好 紧接着还有一个F叫做File 这里面要注意前面的参数 这几个参数呢 你C和V 随先 这个顺序没关系 但是你的F你要放最后面 然后接着 一定要注意F要放后面选项 然后F后面要接的是什么东西 你这个压缩包名字 让我压缩包名字 譬如说叫A 然后接着 这里面这个名字 它的后缩就叫TA 你压缩的是有个后缩啊 譬如说 你平时听歌用MP4是有个后缩 听歌不是MP4吗 MP3吗 对 你是有个后缩点MP3了 这边有个后缩是点这一个 这个就是你起的名字 这个后缩就这一个 这个名字你叫什么都行 那紧接着相当于说 我等会要创建一个压 不是 应该说一个包 这个包叫这个名字 没有压缩 然后接着 你要用有谁来创建包了 接着 这下面是我要用这几个 你可以这么来写啊 来个 写一个TA 写旺杰 好 还有谁 CMD 还有谁 C plus 还有我这一个 好 还有一个叫letterwork CPP 然后letterwork 你这么写可以 你没发现这么写很麻烦吗 所以你简单粗暴 就是说 把当前路径所有的 明白意思吗 把它做成一个包 叫做这一个 接着它就有进度了 如果你不写 我把这个删了 RM 如果你刚才那个 你不写这个V 没问题啊 但是你发现吗 一下那就 没了 看不到的过程 所以你加个V 是不是就会有 有啥了 有一个进度了 是不是 所以说 在这里面 我再说一下这个参数啊 C是创建意思 手字母 creator嘛 然后V就是一个进度 F就是后面跟着 是文件名 那接着你后面这里啊 你可以写N多个 你也可以写个新花 那就代表当前路径所有的 但你可以选择信乱写 而且回车 那就有 有完了之后 接着你看一下在这 那紧接着我看一看 ls-l 这个h到a 你发现了原来没那么大 反而变大了 怎么这么样是吧 好 回到这 那么看一下 我先把这个移一下 把这个 我把这个也移上去 用哪个命令啊 移到三纸目录 MV 然后把这个 三纸目录写什么 点点写干 好 接着你发现 没了吗 这里 好 过来 三纸目录 看一下 有没有 有了吧 那我看一下ls-l h 这个是 原来 这个本来就只有多少 20k 你打完一个包之后 好了 你不降 反而可能 升了 所以说在这里面 只是他没有做压缩了 好 接着看 l h 好 a 是吧 反而那么大了 是不是 好 紧接着 关键在于大不到 没关系 我方便 我至少 这个一个文件 就给别人了 等会我们再压缩 刚才是打包 等会我们需要给他解出来 那解出来的话 我在这里面 我把它移回去吧 移到这个需要的地方 移到这个目录 好 移到什么地方 我移到这个有个CMD 这个目录 好 小小谁啊 小李遗谁 是不是 我把这个 移到这个目录 回车 好 看一下 去到这里 我在哪个目录啊 CMD 是吧 好 我们看一眼 有这个了 我把其他五官警要 删了 删了 新花点 C T 然后 哈喽 我的 删了 好 剩下他了吧 然后紧接着 我给他 刚才是打包 现在是解包 解包 就一样 贴 杠 VF4 记得 VF 进度 F就一样了 你这个F V放什么位置 没所谓放 F一定放后面 接着你要一个解压的时候 要一个X 我就喜欢叫XX 紧接着你后面跟着是你压缩报名字 接着你是不是解压啊 解压的时候你不写 其他都不写是默认是在当前路径的 好 接着那我就解压回车 那紧接着 你看一下 那接着我在这边我看一下C 这一个 然后接着CMD 我在这里面我把这个给删了嘛 A-RF 好 接着我 LS-L6H CMD 那接着在这边 CMD有 这个没反 哦 我要出来 它又还没更新 好 好 接着这个LS-L6H 倒成CMD 它保存是三次状态 我看上次大小 对了吧 20K 那和刚才那个是一样了 那接着你可以看一下我这边原来是有代码 我记得这边我好像有代码 我进去看一眼 CMD那边 好 CD CMD 去到有 哎 我这个 我不是 哦 里面有个又有一个CMD 搞错了 里面还有个CMD 好 是不是 那紧接着我在这里面我进到这个letterwork 了解着这边有一些code 我以前写一些代码 这边有一些这么一代码 也就是说这一个怎么用呢 我们在这边 我出来啊 好 我可以把这个给等会再用啊 这边就有这个 那接着我们看一下怎么来打包 好 我们来一个TAR的用法 TAR 我们只是干嘛 只负责 是不是 打包 还有啥 解包 不进行 对 压缩 它就不进行一个压缩 然后紧接着怎么用的呢 首先我们来一个打包 打包命令 打包命令是这样的 贴压 然后干 然后你这个CV 这两个位置没所谓了 C就creator F 后面是你这个什么 点点叉叉叉 你是一个压缩方名字 那接着这里面是不是就是需要 应该是需要打包 的文件 好 接着我们来一个是解包 TAR 然后 杠 什么 XVF 后面 XXX你这个 好 你不指定 不指定路径 然后接着 是不是不指定路径 是在单权路径解呀 应该是解包 不指定路径 默认在单权路径 然后接着 是解包 不是 我总是习惯说解 解包 因为它没有压根 就没有所谓的压缩了嘛 所以没有解压之说 好 接着我再来 我们再来生成一个在这里 好 看一下 来一个 TAR 给它打包 杠CVF 然后接着后面来一个 是不是你要个名字啊 那接这个名字 假如说 我们刚才那个 假如说 我叫TESTA吧 点TAR 可以吧 那个所有的当前 好 现在 接着我可以 在这里面 我这一个就有了吧 然后紧接着 你看一下啊 我现在这边有了 那紧接着 我在这里面 我看一下 我把这些先删了啊 现在把一些 把这个 把这个删了吧 扣到 CMD 然后C Plus 我所有C开头就行了嘛 是不是 C 新花 还有Letter Walk 杠F 那不就可以搞定了吗 一个一个写都麻烦 好 这个 这个剩下它了啊 好 接着 看一眼 我现在 那接着我在这个目录啊 看一眼 那我现在是不是 这一个目录在Share了啊 然后接着 这个目录是Share里面有个啥 CMD两个目录是不一样的 然后接着在这里面 我看一下那个CPP 那边有没有代码啊 应该是 没有 用我删了 C plus吧 C提高这里 好 这边有一些代码 我先把它删了啊 好 也 没想成功啊 好 这个没有了 那也就说 现在这个文件夹是空的 是不是 那现在我要做了 如果我说 我在这里面有一个 有一个 已经 压 没有压缩的一个包嘛 好 贴 杠 杠 V F 然后写一个TESTA 它是不是解 解包子会在当前路径 那接着如果我要想在这个路径的话 那是不是在这里面 我首先要去到这个Share 这个路径 那接着是不是点点斜杆 然后接着Share 点点斜杆就是了 已经 不用再加薄 然后接着是 进来这个路径之后 再进来给个 C plus吧 那接着我写一个什么 是 C plus 是这样了吧 然后接着回车 你发现找不找的 你要指定路径 这个很特别 你要指定路径 你必须要加一个参数 G 大C 大写的C 这才可以 否则是不行的 你直接后面加个路径是不可以的 那接着我再来回车 那接着你看一下 啊 写错 这边 没问题 那接着我看着 我去到这一个地方 谁啊 C plus吧 有了没 有了吧 所以说在这里面有一个 需要注意一个地方 讲这里边 我应该在这 哦 我 我这边 我放在后面写了 放在后面写 在这里面我写一个 我看什么地方 哦 我放到后面了 你要指定某一个目录了 你必须要加一个什么参数 对 干大写了C 就说指定某个目录 这个比较特别一个地方啊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能看到这一个 好 写一下 指定目录 解吧 那接着怎么能写呢 TA 然后-X VF -XXX закон 点 … t 然后-C 然后接着这边就是什么 指定的什么 路径 目录 是不是 所以你这边需要注意一下 如果说你这一个搞定了 后面这两个就基本上没别了 好 现在你没发现你这样整的 有一个不好的地方 在约 你是不是面积反而变大了 是这样了 好 现在我们先要做一个操作 就在约 你打扒完了之后 你可以对它进行一个压缩 那你对它进行压缩 有两个工具 这两个工具呢对应的一个格式是不一样的 有一个是GJ 一个GJ拓 好 这个工具怎么来弄呢 好 我给它看一眼 然后把这一个删了吧 好 我以后就不指定路径了 好 回到这 你现在只是打包有没有压缩 没有吧 那接着我们怎么来弄呢 那我写一下 下面你用这个工具 就这一个 然后接着你在这里面 你看一下我直接这么写 我这边可以不用任何参数 我直接写这一个 然后接着你看一下 回车 LS一下 发现你原来文件变成后缀为啥 点GJ 然后警戒你看一下LS 干什么呢 LH 然后接着你在这里要注意一个地方 在于我是比原来 你现在这边体会不到 因为你在这里面呢 原来的文件不大 因为最终它确实压缩 但原来那个还是要大一些 因为你这一个怎样呢 你这一个本来的文件就不是说特别大 那其实我们整一个整一个大一点了吧 去到把什么烤过来了 把那个R Cp 速度 Cp user 有一个叫 Lib 我烤到什么地方呢 我烤到我这一个 Share这里吧 嗯 在里面 好 这个应该 哦 小一个参数 干啊 这个应该比较大 这个东西 好 比较大 我烤了 差不多我就关了 好 接着我们看一下这 好 嗯 嗯 Lib 有吧 Ls -L -H 谁 Lib 嗯 这样嘛 看一下它大小 还是4KD 那接着 实际上我们刚才看的 回到这里 是有没有D 嗯 我在这 Ls Ls -L -H 好 cd - 你在这里面 Ls -L -H 120K 好 紧接着我 回到这里 还是有点小是吧 好 我就给大家说一个地方 我刚才是 查看的时候 放了一个错误 Ls 你查看一个文件夹 有多大 不太好 因为你后面 有一个秘密 叫做什么呢 D 看一下叫什么 这个 不多 叫DU 后面一个 DU 了解者 我要查哪一个 这一个 当前目击里面 CMD 了解者 -H 这才是真的 查看我们那种 只是查看文件夹的 大小 不是十字大小 看到了吗 这个 你没发现 我每次查 以前查的时候 -L L L H 然后接着谁 先问D 那现在这种方法 也是可以查到 我刚才是怎么查 -L 我现在在这里面 我需要这里 我刚才查了 Ls -L H 你发现这么查 是查不了了 是不是因为全部都是4K 因为它只是 整一个东西 是不是那个文件夹了一个 所以说你要查了 所以你要注意一个地方 就在于你真正要查 你要指定谁 是指定我那个目录 好 有一种方法 后面会学 你要指定LS 什么 CMD 然后接着 -L H 后面解个CMD 你才能够看到你多大了吧 后面会学一个DF DF 那个也可以 后面再来讲 好 现在 好 现在来一个 LIP 多大了 LS -L H 来一个啥 LIP 你看眼多大 你这 Ls-L H 然后紧接着 不要 不要把这个杠写上去 然后接着 这样查的话 是也是 这么来 来打开了 那接着 我们这么来弄 怎么来弄的呢 这一个 像我们刚才 回到这里 我这一个是 这么来查 这边能查的 那现在我这种方法不行 我就按另外一种 DF 然后DF 后面会学的 然后接着 这里可以有一个路径 是什么呢 是哪一个 LIP 然后接着 后面写一个是什么 -H 好 你这里面已经 我DF LIP 我看一下 有没有写错 LIP 没写错 那接着 LS-L H 怎么查不了了 LIP 全部是目录 看一下 这边有一个叫啥 有一个叫做 CMD 然后接着 LS-LH 到谁 CMD 这是可以 然后紧接着 大家看 然后接着 我这么来弄 DF 然后接着 C 这个路径 这个路径 CMD 然后-H 好 D 写错了 是吧 D U 哦 写错了 所以啊 好 接着你看 这一个 是可以查看你文件账多大 那接着 写那么多 那接着看呀 DU 然后后面写一个到点斜杠LIP 然后这一个杠权 H是那个查看多大 回车 然后接着 我现在来查看的 看到 最终这边有 看到没 这个是它一个啥 总大小 然后接着 我们如果通过LS-LH 后面哪一个啥 点斜杠的一个LIP 紧接着在这里面 你看到了 视野是不准确了 它最终它 因为你这里面 全部都是什么来的 文件账 那接着文件账 它只是把文件账 占多大 它只是把它当做多大 4K 那接着我想问 那为什么说 我这个能够查看呢 IS-LH 然后接着 后面写了一个 CMD 为什么我这个能查看呢 因为你这个 不是文件账嘛 所以说 我们最终 你要查看通过DU 那个命令啊 好 你查看这个大小 用LS不行 那接着DU 然后接着来个 你这个目录有多大 后面加个什么 -H 那最后面你看到是多大 270 好 我给它做一个压缩包 做一个打包 TAR 然后怎么写 -C VF 后面写个啥 是不是我的名字啊 这边我写一个 AA.TAR 然后后面写个啥 是不是我的 要用的是这一个LIP 有这个 然后接着我们看 好 它需要点时间 这个 200多兆 我看一下有这个出问题了 然后接着不用管那个 我看一下 -LH 268兆和前面这个 然后有些传线问题 然后接着我们 这个可以查吗 这个是普通文件 是不是 好 接着你刚才那个查到是多少 DU 还是回到这 DU 然后接着来一个什么 LIP -H 276了吧 然后接着有些人说老师少了 因为有些传线问题 它没整过来 好 接着我把这个先删了 A-RF 好 我需要做了 是度 因为里面是有些路径 然后接着 TAR 怎么来 CVF O V 我不要了 我不要进度了 不要进度就快一些 后面写个什么 是不是A.TAR 后面写个啥 LIP 哦 是这一个LIP 了吧 那接着我来一个什么 回车 好 稍等一下 这是快很多 因为打印你需要时间了 好 接着你看一样 LS-LLH 然后接着A 也是一样了吧 也就是说 虽然没有做太大一个压缩 但是也有一点点了吧 好 现在我来一个压缩 哪个命令 这一块 写上它 好 回车 这里面它需要一点时间 好 好了 接着看一眼 LS-LH A 变成到啥 真的是压缩了吧 一倍都不止了吧 我通过这个要一圈 我们给大家解释一下 就在于 你这个只是负责打包 基本上不做一个压缩了 好 接着在这边呢 我们因为后面查的时候 用了一个命令 我先说了啊 呃 看一下 由 和 查看 某个目录大小 好 用了这一个叫DU 然后接着是你这个是目录啊 然后后面加个啥 干H吧 好 接着我们来一个 是不是我进行一个压缩啊 这一个 怎么呢 J GIPP 一个什么 压缩 什么 是不是贴啊 包啊 那怎么来写了 很简单 J 什么 JIPP 直接写上谁 是不是你那个什么 叉叉叉 然后接着点贴啊 然后接着他会干嘛 自动在 是什么 是不是当前 入戒 然后紧接着干嘛 是不是生成 一个 后缀 喂 喂 什么 是不是点 应该是生成这么一个文件嘛 直接写了一个 生成一个 是不是后缀 直接这里一个 什么 点 J吧 是这样了吧 好 在这里面 所以我们回到这里 要紧接着 在这里面 我需要给他注意一下一个地方 在这儿看 好 我整完了之后 下面我们是不是需要给他解压 然后再来解包啦 那接着你怎么来解压 怎么来解包啦 那我给你看一下 我把这个给删了 LIP -RF 没法删 因为传线问题又是一个 好 -RF LIP 写错了 RM 好 现在我在这边 我先来做 我先给他几个解压 解压的时候怎么来弄呢 解压的时候你需要 实际上在这里面呢 你有个选上 我们刚才呢 有一个选上是压缩 你可以写个-R的 这什么意思啊 别看一样 实际上我在这里面 我可以 在这 我把哦 这个不行啊 因为等会再来弄啊 因为我这个把原文件给上了 我这个是已经压缩了吧 我需不需要解压 需要解压 还是借助这个工具 然后接着啊 你如果是你这个-R呢 你一开始是一个压缩 这个参数可以不写 你解压就写个D 然后把这个放进来 然后紧接着你 你写了之后就直接来一个 这个比较大 下次不用这个了 太慢了啊 好 紧接着你发现没 变回原来那个了吧 变回原来那个 是不是你又可以来一个解包了 好 接着我 我就不不验证了 一个啊 我在这里面用一个小一点 那个验证啊 这个是比较少了吧 好 接着我来一个解压怎么写 贴压 啊 不是不是 写错了 这一个贴压也行 怎么来写 是不是干什么参数 干D参数 好 整过来 那紧接着是恢复了 原来这个 那接着是你开了 再来一个解包了 XVF 把它整过来 好 现在这里一个就恢复了吧 好 也就是说你在这里面 我们怎么 这是一个啥 压 缩 然后紧接着 这边有一个参数 这个阿里写不写是等价的 写个杠啊 写不写是等价的 好 可选 那接着我现在写一个是什么 对 解压 解压怎么写啊 就这一块 然后接着写一个什么 干D 这一个要写啊 这一个要写啊 好 接着 对 就这里面这么怎么 写错了 这一个是吧 好 现在这里面指定路径 不用 你可以指定 也可以不能指定 你就在当前 好 有没有发现这两个命令啊 分开来写 好麻烦啊 所以说 有一步是直 一步到位的 好 说一下一个什么 压 压缩和打包 一起来弄 怎么来弄啊 看着贴啊 然后紧接着 杠 CVF 这是打包吧 你加一个参数 哪一个参数呢 你在这里面有 我下面有个说明 它两者之间呢 回到这里 这个两者之间 它是可以干嘛 可以放在一起了 好 在这里面看到了 再一个 最后一个 这 了解 加这一个了 这里相当于说 我加一个 这一个放 这三个放什么顺序 没关系 但F一定放后面 那紧接着 你后面就可以干嘛 你就直接生成这一个 然后接着 后面就是你的 一个你的所 你需要 你所需文件 所需文件 好 这一个要注意是什么呢 这一个 它这个命令 会调用什么 调用这个命令 它自动内部 会调用这一个 进行一个打包 压缩 好 接着我们来看一眼 这样一步到位 都不用分开了 你这么分开 我很少这么来 用我一步到位了 好 接着您看一眼 那我把这个给删了 好 一步到位 贴压 杠 CVF 原来打包了 加一个Z 然后紧接着 后面的压缩棒名字 交双还是 贴压 点什么 贴压 后缩 GZ 完整的 然后所有到这里 回车 好 这个有了吧 直接就来 那接着我看一下 它大小为 LS 杠LH 然后TEST 是一样的 1.9了吧 以前没整之前 是不是就4点多了 所以在这里面 大灵看着 那紧接着 关键在于 你这个解压完之后 对不对 那现在我们看一眼 好 现在把这个 给RM 给它 删一些 C开头了 删一个letterwalk 杠RF 好 接着我们看一眼 解压的时候 直接移步到位 解压 解放 好 这是什么 这是这一个 好 移步到位 贴压 然后杠 X VF 你加一个什么 参数吧 然后接着把这个干嘛 把这一个给 放到这 好 紧接着我们在这 我们看一眼 在这里面 我们写一个 TAR 杠 什么 XVF 加个什么参数 这个放成位置 没关系 test 你想放到这目录里 可以不用指定 你指定某个目录也行 我不指定了 好 接着回车 好 现在 我把这个什么给上了 test 这个给上了 那现在剩下这一个了 好 现在我在外面看一下 它大小 怎么看了 DU 怎么 是不是这个路径 了解写个啥 干什么 H吧 正正确 它的大小 实际上是4.8的 我们之前查了都不对 那接着 这一个就是正确了 所以在这 我们回到这里 好 这一个 我们写这一个 也就是说 你在这里面呢 你可以这么来弄 怎么来弄呢 你可以一步一步来写 你可以一步一步来写 先打包 再来干嘛 再来压缩 好 接着再来解压 我们或者一步到位 你中国这个参数 是不是可以一步到位了 好 对 来 这边 来 来 不 来